热的不行了,必须要开空调了 今天真够热的都已经开空调了 北京现在35度,37度 今天想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国内同志的动态 第一个动态就是Blood Aloha 还有一些就是同志女装里面挂直男用的那些软件 像什么炭炭啊,默默啊 这些全部都显示四个字 系统升级 什么意思啊 这是不是巧合呀 这个你懂的啊 就是有一些服务 它是在6月11号之前基本上都系统升级 像更改昵称 修改头像 修改签名 动态评论 这个也基本上都不能做了 就再升级 探探呢就是朋友圈整个都停了 然后大家明白吧 国家也是为了咱们好 其实我猜测哈 所有的这些LBS应用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什么叫LBS 就是基于地理位置的这个检索功能吧 基本上都会发不了动态吧 最起码 先下约吧大家啊 这是第一个我要说的 基于这些LBS地理信息位置的一个软件 像Blue的呀 JackD呀这些 我呢也想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片树 其实也不算新 但是他们又可以变了一个新的花样 就是有一些性工作者或者是 一些诈骗的人吧 他们会利用这个软件里边有一个地图找人的功能 然后去定位一些稍微高档一点的酒店 像万豪香格里拉或者是普通的那种啊 橘子酒店等等啊这些商务酒店 然后呢他就会搜这附近有没有人0.0公里0.1这种的 那一般这些在这附近的人就基本上就是在酒店里住的人对吧 这些酒店里住的人基本上什么人呢 来这个城市出差的啊或者办事的目标就是这样的人群 然后呢就就会找这种人聊天 他们所使用的这个头像基本上也都是假照片 特别具有诱惑力的 如果你是一个刚来这个城市出差的啊人 你可能打开这个软件 哎突然有一个人就在附近跟你聊天 说你好约不约呀问你一些情况呀 哎你觉得他的情况也还不错 你就心你就春心荡漾了 你就想约一个吧 然后呢他就会送上门 其实最可怕的这种人啊就是不跟你谈钱 开始的时候啊如果谈钱的那种还好一点是吧 咱明码标件到最后再多讹你个一两百的 你起码有个心理准备 这种呢他不跟你谈钱 你直接就上门就是说想跟你约炮 你就一打开门一看哎 我跟他照片长的完全不是一个人 你就想让他走呗 你不想玩了 他这时候就该露出马脚了 你知道吧要不然怎么讹你呗 就是找一堆人过来了 对吧实时仙人跳 要不然怎么样 哭穷就说自己哎呀你看我来这了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没有钱 你想打发他走 他会看你就是有没有钱 有多少钱 大家估摸一下 比如说你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 那你问他住哪 他就说自己住在郊区 离得很远 这里就狮子大开口吧 要个五百一千的路费 如果你是一个没钱的人 可能扭头就走了 对吧 还有的就是有人可能就是想 那我报警呗 你如果是一个商务差旅人员 你会报警吗 对不对 还不够丢人呢 到时候通知单位 而且他们狗急跳墙的时候 可能也会大声的喊叫 到时候就喊 哎呀那个他强颠我了 他是同志怎么怎么样 他们不在乎这些脸面 但是你在乎 因为你是有正当工作的 对不对 所以还是提醒那些经常出差的 或者有些钱的人 你即使开房那是春心荡漾 你一定要小心 为什么我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 同志御史的导航软件 那么受欢迎 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 他知道 其实出去约炮的话 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他们现在都直接去御史了 去御史有安全吗 相对来说安全 就是你不用担心人身安全 或者财产被讹诈的问题 因为到那里 你把所有的财产放到柜子里边保管 如果你丢了什么东西 那你可以就是直接找御史的工作人员 而且基本上那都有监控 小偷扎片犯 他也不会去直接明目张胆的 去撬那个柜子 偷走你的财物 对不对 而且到那里边 基本上你可以见到各种类型的菜 你要想玩的话很简单 但是 御史里边现在有一什么问题 有很多报复社会的人在里边 就是 他已经感染了HIV 他就故意不吃药 他因为不吃药的话 他可以传染给更多的人 所以他在那里边疯狂的进行报复 玩无套 玩这种高危的行为 就是人性的一种扭曲吧 如果一个人得了病以后 他心态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他巴不得其他的人跟他一样 所以他是故意不吃药 故意传播给更多的人 而且这些人恶意报复的在浴室里边 他是躲在一个角落里边 有可能一天会跟十几个数十个人发生关系 特别可怕 感觉我们这个群体 有的时候也挺悲催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在这个圈子里边人 想约人的话 就是一个死循环 怎么说呢 就是你想找人 你在软件上你又怕被骗 你如果去御史的话 你有可能 又会被那些恶意报复社会的人 所传播 恶意传播 总之吧 就是身边无时无刻 如果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 要不然就被骗 要不然就被恶意传播 所以呢 但是你又不可能保证你不约人 你约人的话 你就有这两种很大的风险 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吧 有的人说了 那我去御史 我可以提前吃一下那个特鲁瓦达 那个药物预防一下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 动态三 我们的前方记者 给我们透露了点信息 就是说现在有一个 赠送抒发泰的活动 就是特鲁瓦达这个药物 中文名字叫抒发泰 可能就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截止了 就是在沈阳 北京深圳重庆 这四个城市 别城市我不知道有没有 就是有这种免费赠药的活动 就是特鲁瓦达免费可以去申请 它这个药物是可以抑制这个HIV的传播的 沈阳这个地方的电话 我知道有疾控中心和一个医院的电话 你们如果在沈阳的朋友 你可以去领这个药物 就免费的哈 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 第一个你必须要同志 第二个你最好不是那种规规矩矩的 像我似的 就是不怎么到外边乱约人的那种 不去御史啊 不出去开房的话 不怎么约人的那种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你也不要申请 就是必须要那种性活跃的同志啊 具体怎么个活跃程度呢 到时候可能会填一个调查问卷 你反正一问你近半年或者几个月 你一共有多少个性伴 你就多说点完了 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 你像我的话 有人说要不然你也申请呗 我说我就算了吧 我就不想申请了 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大家 其实我前几年的话 也申请过一个就是HIV的检测项目 知道吧 在北京的某个疾控中心 然后呢就是加入那个队列以后吧 每半年检测一次 会给你一百块钱的补助 当然我觉得挺好的呀 是不是就抽一管血给给个补助 去了大约两到三年 人家就不再邀请我 就把从那个队列里边就给我踢出来了 为什么呀 其实后来我琢磨了一下 也是啊 我本人每次到那儿填调查问卷的时候 一问到你近半年有多少个性败 基本上我就说零个或一个 人一看你这个就不算是高危行为的人啊 人基本上也就把你从那个队列里请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药物也好 检测也好 它是给那些最需要的人 如果你不是那种特别的经常出去约人的人 那就算了啊 不要跟人家那儿添乱了 这个药物最多好像能申请一年的量 然后有两种服用方式 一种是每天固定时间服用 一种是好像是做爱之前的两个小时和两个小时之后去服用 就是有两种方式吧 其他那几个城市呢 我虽然没有给出电话 可能它是在疾控中心或者是你们当地的那个传染病医院都会有 所以呢 你还是要打听一下吧 这是我要说的 其实真心的为这个广大的同志朋友做一个普及 就是你在玩的时候即使服用这个药物 你还是要再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还要小心有一些那种诈骗的 不是说你服完这个药物 你无所顾忌 你就可以随敞开了玩随便玩 那样的话你可能会吃更大的亏 我呢今天就简单的说这三个动态吧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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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宗的爷们怎么路啊 这个姿势多正常啊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视频的所有内容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及时收到我的视频通知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